地上拍的叫做网球 天上拍的叫做羽球 虽然羽球的热度略迅于网球 但羽球的张力却一点也没落雨下风 而在羽球界有一人就将这个张力发挥到淋漓尽致 它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与爆发力 使得人们因此称它为超级丹 它就是羽球之神 林丹 福建省上航县 是一个富有文化历史的客家城镇 在这里能感受到深厚的历史底蕴 却谁也没想到在这里将会诞生一位运动传奇 林丹虽然出生自客家之乡 却并非像传统的客家人一样温温如压 反倒从小就非常调皮好动 精力仿佛用不完似的 他的父母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小孩有过动症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拿林丹如何是好 好在在林丹五岁那年 接触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运动 那就是羽毛球 羽球也因此成为了能让他好好宣泄精力的活动 林丹一拿起球牌马上就展现了天赋 倒也没有 起初他真的就是以羽球来消磨时间 差不多就是瞎打一通 甚至他当时在所参加的羽球队中 他的实力也一点都不突出 虽然他的年纪比其他学员还小 但年纪小并不能当作借口 因为此时的林丹就是一名平凡人 但在这个平凡人的体内 却潜藏着能让他超越平凡的能耐 虽然林丹的球技并不出色 但当时他在业余培训班的教练 却发现了他的长处 就是林丹的动作总是特别灵活 或许是从小就跑跑跳跳所锻炼出的体力 让他就算不靠球技也能光靠灵活的反应 在羽球场上和对手厮杀 球技其实能后天再加强 但反应和灵活度却是练不来的 这也成为了林丹的一向优势 再来就是林丹是一名左撇子 左手直派的稀缺性 让他自然比右撇子的选手还要占优势 只是与其说他先天就优于其他人 不如说他从小养成了习惯 照旧他跳脱平凡 林丹在教练的眼里就像是一块普玉 只要稍加琢磨 他必能成大气 所以他便成为了教练重点关注的对象 当然他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 所以他也开始自动自发的勤奋做练习 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乱打一通 并且每天都练到精疲力尽才休息 而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 让他在9岁时被福建少体校的教练给向重 直接就把他召入了学校 福建少体校是全福建省最好的少年体育学校 也因此林丹能在这接受到更优良的训练 并快速提升自己羽球的实力 虽然当时他在队上还是年纪最小 但他好胜的性格也在这时展露了出来 他总是想着不能输给比自己年长的人 使得他的身手有着飞越式的成长 球技也一天比一天进步 很快的林丹就成为了队上首屈一者的好手 12岁时林丹参加了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他拿下了羽球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 一时间也算是打出了点名气 而他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希望自己能进到福建省的代表队 并进一步登上更高层级的舞台 但事与愿违 或许是因为身材瘦小的缘故 让林丹不受青睐 加上代表队的教练在见到了林丹的父母后 发现他的父母身高竟然差不多 差不多的都不足170公分 使得教练判定林丹未来的发展 将会跟他的身高一样受限 所以在选拔时就跳过了他 让他进到沈代表队的梦想 只兼梦碎 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林丹幼年时的启蒙教练并没有放弃他 在得知他未能进到沈代表队后 启蒙教练就把他召回了麾下 但这次并不是要他回业余队做训练 而是将他带进到了军队 在军队附属的体育队里寻求生机 林丹以前在业余队的教练 后来转任到军队里做羽球教练 这才使得林丹也一起跟着进到了军队 虽然在军中生活一定要比在外头来得辛苦 但在这里不仅能延续他的羽球生涯 更重要的是 也重新替他打开了省代表队 甚至国家代表队的大门 在军队中接受训练的林丹 表现并没有立即就成长 更多时候还因为他进到了叛逆期 而因此惹出了不少麻烦 跟队友吵架 跟教练闹遍两个事层出不穷 练球时又爱练不练的 简直就是队上了头号问题人物 导致他在15岁时 好不容易才入选中国青年队 却在没多久后就被踢出了队伍 原因正是因为他不受教 被踢出青年队让林丹大受打击 他一开始反思过去的自己 是有多么不成熟 多么不珍惜那得来不易的机会 于是他彻底的转变成长 一改了过去那份坏脾气 成为了一名更加稳重的人 而他的转变青年队的教练也看在眼里 于是几个月后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让他回到青年队继续接受训练 只是林丹不止心智上变得更成熟 就像上天为了奖励他改过自新一样 他的身高同时也有了增长 他突破了父母的基因超过了170公分 身高已经不再是他的劣势 他的实力也得以开始突飞猛进 林丹17岁那年 中国国家队进行选拔 这无疑是实现他愿望的一大奇迹 但不料国家队的教练对他早有耳闻 知道他过去是一个不怎么受教的选手 于是根本就没把他纳入选项 就是让林丹落选了国家队 而听闻到此事 林丹在军队中的教练们 就赶紧来替林丹求情背书 证明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叛逆的林丹 这才让国家队破例让他入队 林丹也终于能如愿登上国家队 进到国家队后 林丹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 不只是因为队友们的实力都很坚强 他也知道自己是靠人替他求情才来到这里 所以他根本不敢再像以前一样耍脾气 反倒是非常自律心无旁骛的做练习 这也让他得以从国家队中渐渐的脱颖而出 2000年时 17岁的林丹代表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 并帮助中国队拿下了一面团体赛金牌 说明他是真的有那个实力配得上国家队 而在他拿下了这面金牌后 他的宇宙生涯变更着扶摇之上 林丹在宇宙界的传奇历程 也即将拉开序幕 在林丹职业生涯的初期 他并没有一鸣就惊人 反倒还陷入到了极大的低潮之中 许多场赛事都吵吵在首轮就被淘汰 而造成他打不好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赛制 事实上在林丹转职业的头两年 就经历了两次羽球赛制的改动 在这之前原本世界主流的赛制都是15分制 也就是一局要拿下15分才算是赢了该局 并且要在三局中取得两胜才算赢了该场比赛 除了之外 选手只能透过发球来得分 破对方的发球就只能交换发球权 并不能得到分数 这也跟现行的21分制大相径庭 15分制设计的目的在于 确保发球者能包有绝对优势 只是也因为只有发球时才能获得分数 就有可能出现双方一直互换发球权 却没有得分的状况 导致比赛时间过于冗长 于是在2001年时 世界羽球联盟制定了新的赛制 大幅度的缩减了每一局的比分 只要一局获得7分就能拿下该局 从15分一口气变成了抢7 希望能借此提升比赛的精彩度 只是没想到这个赛制并不讨喜 不仅选手球迷都出现反弹声浪 比赛也并没有因此就变得更精彩 使了这个7分制只短短施行了一年就被腰斩 隔年就会重回了15分制 短时间内赛制量度的改动 就造成了才刚登上职业舞台的林丹 适应不良 也才会在职业生涯初期打得不怎么顺利 至于除了赛制问题之外 林丹本身的球技还很粗糙也是另一个问题 虽然他早就不像小时候一样 只靠着体能瞎打一通 但他各方面的技术却也还未达到顶尖的水准 使了他大多数时候还是靠着体能在成长 说好听是有着狂野般的囚风 说难听其实就是满夫流 拼力量拼爆发力而没有技术可言 这还使了他纵使有着强大的资质 却无法马上体现在成绩上 当时林丹遇上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名将陶飞克 陶飞克是以技术建场的选手 完全的不把林丹给放在眼里 重重的给了林丹一顿教训 让他见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 从此之后他也更加重视在提升自己技术的层面 在林丹19岁的时候 他的职业生涯终于开始有所突破 他先是在韩国公开赛 拿下了生涯第一座的单打冠军 接着他又在首都参赛的羽球市井赛 打到了第三轮才被淘汰 但还不是只有如此 他之后又在丹麦公开赛拿下了单打冠军 在生涯第二座单打冠军到手后 林丹的生涯就开始溅入夹境 他接连的又拿下了中国公开赛 和香港公开赛的单打冠军 同时每当他拿下冠军后 他就会向现场的观众行军礼 后来也成为了林丹每次获胜后 必备的招牌动作 林丹在2003年末气势如虹 接连的拿下了公开赛冠军 使得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开始串胜 并于2004年初首都登顶积分榜第一位 正式登机为新科羽球球王 林丹在2004年初以20岁的年纪就登上球王 为了巩固自己球王的大位 他势必得继续在各项赛事中打出好成绩 在3月份的首场大赛 全赢公开赛 林丹就展现了身为球王强大的实力 以4个直落2直接打进了决赛 但到了决赛他就碰上了实力非常强劲 同样也爬上过羽球之巅的好手 未来也将被并称为羽球界四大天王之一的彼得盖德 果然这场比赛打了一点也不轻松 甚至还被抢走了第一局 让林丹陷入到了危机 好在林丹很快就做出调整 并用灵活的反应滤滤化解彼得盖德的共识 就让他连赶两局拿下了比赛 打败强敌抱走了全英公开赛的冠军 林丹高水准的表现 让彼得盖德赛后忍不住的称赞林丹 像是超人一样厉害 于是超吉丹的绰号就这样诞生了 而这也不是彼得盖德唯一一次这样高度的赞赏林丹 后来他也在访问中提到 在他的心目中林丹就是羽球界最强大的存在 至于同一年还有一场经典大赛 那就两年一度的汤姆斯杯羽球团体锦标赛 这个比赛不仅是羽球界的第一级大赛 还因为这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团体赛事 所以历届都是兵家必争之战 各个国家的代表队也都精锐进出 而在汤姆斯杯亚洲会外赛的决赛上 林丹就碰上了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劲敌 李中卫 两人在决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李中卫虽然率先抢下第一局取得上逢 但林丹后来居上 最终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不单单是两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手 更是两人未来近20年的生涯 总共40次对决的开端 两人如宿命般的对抗 可说是就此展开 也为这些汤姆斯杯更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而除了汤姆斯杯之外 林丹也先后拿下了瑞士公开赛和德国公开赛的冠军 并且也财年的中国公开赛和丹麦公开赛的冠军 这段期间似乎没有人能撼动到他球王的地位 话虽如此 他却在整年度最大型的赛事 雅典奥运 出现了堪称羽球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滑铁路 林丹在奥运男子单打的首轮就败下了阵 并且还是数个的排名百名之外的选手 不仅当时的观众都难以置信 甚至连林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结果 虽然说一个月前他的腿才刚受伤 或许就是导致他在这些奥运发挥失场的原因 但他并没有以受伤作为借口 反倒在赛后表示是自己太过急躁 发生太多失误 才会帐送掉这场比赛 而虽然这些奥运失利 并没有影响到林丹的世界排名 但也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不足 为往后更强大的自己 做好准备 林丹虽然固守着自己球王的大位 但羽球界也并没有这么好混 因为从2005年开始就群雄并起 也就是四大天王的时代即将来临 首先马上就在两年一度的大赛 苏迪曼杯 敲响了这一年的战谷 苏迪曼杯就等同是汤姆斯杯 都是羽球界的第一级大赛 在2005年的苏迪曼杯上 前任球王陶飞克和现任球王林丹 赛前的互动就火药味十足 两人互相的叫嚣谁也不让谁 为比赛提前炒热的气氛 而两人不约而同的打到了决赛 战况也仿佛就是赛前叫嚣的延续 打得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陶飞克甚至一度战得上风 但在接连了几次失误后 被林丹抢回了优势 随着比赛进行林丹也越打越顺手 他甚至也用陶飞克擅长的往前戳球来挥击 似乎在告诉陶飞克 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靠着满夫流的武下阿蒙 最后林丹成功的打败了陶飞克 拿下了苏迪曼杯的冠军 至于除了苏迪曼杯之外 林丹也在这年拿下了生亚首作的日本公开赛冠军 以及称霸了第一届开办的中国大实赛冠军 为自己的大赛战绩再添了一些丰盛的战鼓 但要说这一年最经典的一场赛事 莫过于林丹至今参加过最多届 却一直没能获得冠军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林丹在这间马来西亚公开赛上一路打进到决赛 决赛时后碰到了那个新生代的好手李中伟 也是两人第一次在大型公开赛的决赛交手 只是相比已经有许多大赛经验的林丹 李中伟就显得有些稚嫩 尽管两人只相差一岁 比赛开始后的走向也就有如经验值的差距一样 林丹几乎是一面倒的压制的李中伟 甚至还在第一局一开赛就领先多达9分 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但这里到底还是李中伟的主场 在满场马来西亚球迷的加油声中 李中伟渐渐掌握了比赛的步调 并开始强力反打让林丹措手不及 两人缠斗了三局才分出胜负 最后由地主李中伟拿下了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冠军 也让球王林丹还是无法在这项赛事开户 李中伟靠着这次拍入球王的经验 月身为宇球界也强劲了新势力 日后也将持续的给林丹 带来更巨大的挑战 自从李中伟崛起之后 林丹和李中伟之间的战役 艳然就是宇球界最受瞩目的对抗戏码 虽然说同时还有陶飞克和彼得盖德在竞争 四大天王也是由此而生 但相比林丹和李中伟的身世 陶飞克和彼得盖德就略显被压了过去 林丹和李中伟从2005年开始就打得如火如土 两人时常在各大赛的决赛准决赛碰头 虽然战绩上是林丹赢得比较多 但李中伟总是能让林丹赢得一点也不轻松 因为每一次的交手几乎都是三局死斗 最后谁坚持了下来 谁就能取得胜利 所以尽管两人的成绩有落差 却并非是李中伟比不上林丹 而是林丹从小就犹豫的体能 再加上经验的差距 让他往往能在比赛中后段占上风 尽管如此 李中伟偶尔也还是能从他手中抢走胜利 甚至还在2006年的时候 短暂的夺走了林丹的世界球王宝座 林丹原本作用球王头衔长达两年四个月的时间 为何会突然的跌落 或许也跟当年赛制的改动脱不了关系 事实上世界羽球联盟在2006年颁布了新的赛制 将原本的15分制改为21分制 虽然每局要多拿下6分才会获胜 但得分的条件却从原本的发球者得分改为落地得分 也就是破了对方的发球就能得到分数 完全颠覆了过去羽球的计分习惯 当然在一般观众的眼中 这种赛制反而更容易理解 所以21分制也一直失省至今 而林丹似乎就跟当年一样 只要赛制一出现重大的转变 他的成绩就会出现震荡 这还使得他在2006年时短暂让出了球王宝座 但林丹其实并没有受这个赛制多大的影响 应该说他本身并没有就因此打得不好 而是其他羽球选手因此受惠打得更好 因为21分制是球落地就算得分 使得未来不会再出现双方一直焕发球权 而没有人得分的状况 所以比赛时间其实是能有效获得控制的 对选手的体能消耗相对也比旧赛制来得小 因此原本能靠着体能优势在中后段取胜的林丹 新赛制反倒让他占不太到便宜 体能中卫中举 球风却快横准的人就开始占上风 例如李中卫 就成为了林丹最大的威胁 只是也仅限于威胁的程度 因为每当林丹进到第一集大赛的状态之中 他就会再次化身为超级丹 放眼整个羽球界就没有人能与之抗衡了 像是2005-06年复办仅仅两届的羽球世界杯 这维尔的两面金牌就都被林丹给拿下 也让他成为了唯一一位拿过世界杯的近代男子单打选手 再来还有羽球的世锦赛 林丹不仅在2006年拿下了生涯第一面的世锦赛金牌 之后每一届的世锦赛就有让他探囊取悟 使得他后来也成为了历史上拿下最多面世锦赛金牌的选手 而要说真正展现林丹大赛实力的赛场 莫过于最崇高的殿堂奥运 2008年奥运在北京盛大举行 这届奥运对林丹来说具有重大的使命 因为四年前他才在奥运会上花铁卤 第一轮就爆了门的被淘汰 这次奥运他当然想一血钱吃 加上这届奥运是在中国举行 他身为地主选手说什么都不能丢了面子 所以就必须卯足全力去夺下这面奥运金牌 只见林丹也真的是有备而来 从第一轮开始就以直落二直落二直落二 可是会一点都没有悬念的杀进决赛 到了决赛他会碰到了这些年来的死对头 李中伟 金牌之争同时又是世界球王之争 这场奥运决赛也升华成为了一场世纪之战 两人从一开赛就直接打出了超高的比赛掌力 激烈的短冰相结让人冷汗直流 李中伟就像过去的林丹一样 拥有着强大的爆发力和反应能力 所以林丹并没有尝试与他的硬碰硬 而是改由变速节奏的变换来取称 当然这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让李中伟整场比赛几乎都处于被动的状态之中 最后林丹就也以直落二打败李中伟 拿下了2008年奥运的男子羽球单打金牌 这一战堪称是林丹的巅峰之战 可以看出他的技术和判断力都已经达到炉火纯青 他的打法也从此刻开始有了转变 不再只靠着暴力杀球来取得胜利 技术流也能是他的致命武器 奥运金牌就是最好的证明 林丹已经成为了攻防一体的羽球传奇 虽然林丹在奥运会上打败李中伟 但赛后两人的世界排名却交叉了 李中伟睽違了两年再度登上了世界球网 会造成这个结果就在于李中伟整年度参加的比赛 其实要比林丹多了几场 除了奥运之外 李中伟还参加了多达14场的大型赛事 几乎是打完一场之后马上就起身前往下一站 这才使得他在积分累积上占优势 取代了林丹成为世界球网 只是只要两人正面对决时 多数时候还是林丹技高一筹 林丹先是在2008年的中国公开赛决赛 以及2009年的全英公开赛决赛 都以直落二的拍落李中伟 仿佛在告诉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羽球球网 但李中伟到底也不是省额的灯 接连在2009年的瑞士公开赛决赛 以及2010年的日本公开赛决赛 打败林丹讨回了颜面 证明自己也是无庸置疑的球王 两人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席位 整整六年的时间 这段期间羽球界也几乎就是他们两人的天下 甚至球迷竟然因此分成了林丹派和李中伟派 彼此都有着为数众多的粉丝 使得羽球在这世上的热度因此获得提升 而虽然羽球自从2007年启用了新的比赛分级制度后 李中伟拿到超级赛的冠军次数要比林丹还多很多 所以李中伟坐在球王宝座上就几乎没有下来过 但这是因为林丹逐渐把重心都专注在最顶级的大赛上 像是在2010年的时候 他就一口气抱走了亚运会 亚锦赛和汤姆斯杯的金牌 而且这当中他两度与李中伟交手 两次他都打败了李中伟拿下了胜利 证明他把心力放在一级大赛是对的 而这年也是林丹生涯第一次在亚锦赛夺下金牌 这也让他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位 在所有顶级赛事中都拿下过金牌的选手 可说是真正的集所有荣耀于一生 只是即使他达成了这项空前的成就 他却没能再次重返球王 因为李中伟同样也在自己的领域中称王 2010年李中伟一口气拿下了7座超级赛的冠军 对比同时间林丹仅仅只拿下了一座 两人间的积分差距当然也就越来越大 虽然林丹早就没把心力花在这些超级赛上 因为他过去就已经担任过不久的球王 他已经不再对世界第一的头衔那么执着 只是随着李中伟持续的称霸超级赛事 持续的成为媒体的焦点 大家的目光就开始转往到李中伟身上 使得两人的评价甚至出现了交叉 李中伟优于林丹的论调更是盛宵成上 尽管两人的对战成绩还是林丹占上风 只不过让出了球王 大家就忘了他有多厉害 林丹像是要再次证明自己才是羽球第一人一样 在2011年时出战了整整16场的大型比赛 是他出道至今打最多场比赛的一年 其中更有5次和李中伟直接碰头 并取得4胜1败的绝对领先 而这当中最经典的一场胜利 当属2011年的羽球世锦赛 李中伟在这些世锦赛势如破竹 是他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世锦赛决赛 决赛时虽然碰上了他的克星林丹 他却率先了抢下了第一局 给予了林丹极大的落后压力 李中伟这些年代的实力也一直在提升 明显能看出他防守的功力要比过往更加厉害 也才适合林丹在这场比赛打得一点也不轻松 但到了第二局后半开始风云变色 林丹迫使李中伟屡屡屡发生失误 比赛的走向也因此翻转了过来 最后林丹成功的逆转拿下了胜利 让李中伟在世锦赛以赢牌赢恨 至于这一年除了世锦赛之外 林丹还首度参加了年末的超级总决赛 并且立即就斩断了李中伟的连霸 超级总决赛 是2007年新的比赛分级制度启用后 首都出现宛如网球年终赛的年底手管战 从第一届开败以来 冠军就都被李中伟给垄断 直到第四届冠军才一组给林丹 而在林丹拿下了这座超级总决赛冠军后 他似乎也终于心满意足了 往后他也不再参加这项赛事 使得2011年的首都参赛 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参赛 他不需要再靠这项赛事来证明自己 他生涯辉煌的战绩就已经诉说了一切 生涯已经收获无数大小奖项的林丹 2012年的目标只剩下一个 那就是未免奥运的男子羽球单打金牌 林丹2012年整年度只有打上半年的赛事 并且只要积分足够打奥运 他就不再打了 因为他想把体力给充分保留到奥运 所以6月份之后他就真的没有出赛了 留了整整一个月的备战期 为了能全力拿下这件奥运 林丹在奥运赛场再次化身为超级单 第一轮就直落二的把名将陶飞克给扫出去 让陶飞克见识到了当前的实力差距 迫使陶飞克在伦敦奥运后就萌生退役 林丹顺利挺进到决赛后 决赛的对手当然还是那个熟悉的劲敌李中伟 这次李中伟表现得要比上届奥运更沉着冷静 让林丹在第一局受到了限制 但这些奥运会仿佛就是上一届的反反 林丹在第二局后半又开始加温 屡屡守住李中伟强悍的攻势 让李中伟瞬间一筹莫宰 到了第三局这完全陷入到了胶着战胶之中 两人你一球我一球的紧咬不放 林丹原本精准的突击 因为体力下滑而开始失准 李中伟也因为体能的消耗 出力球变得力不从心 两人几乎都靠着意志力在做拼搏 最后林丹才以两分领先 惊险胜过李中伟 残联奥运男之羽球单打金牌 赛后李中伟失望之情 异于言表 不只是因为他想要赢下奥运金牌 他更非常想要赢过林丹 因为就算这些年来他一再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就是始终无法跨过林丹这道高强 林丹简直成为了李中伟的梦魇 两人将奥运精彩的对决 延续到了2013年的市井赛 而市井赛同样也先让李中伟拿下第一局 林丹在急起直追抢下第二局 简直已经成为了固定的模式 仿佛林丹总是游刃有余 能先试探一局 只是这次比赛的结果就不尽人意了 两人撕杀到比赛末段正高潮跌起时 此时比赛却突然中断 因为李中伟的脚严重筹击 尽管李中伟试图继续上场奋战 但疼痛早已让他连站着都很困难 使得他最后只好忍痛放弃比赛 让林丹直肩未免了市井赛的金牌 李中伟至今参加了六届市井赛 仍旧没能为自己添得一面金牌 相反的 这却已经是林丹生涯的第五面市井赛金牌 成为了宇球史夺下最多市井赛金牌的选手 而除了市井赛之外 在2015年的牙井赛 林丹也达成了牙井赛的二度二连霸 生涯四面牙井赛金牌同样也是男子胆打的历史之最 在写下了新的记录并有垄断林乡赛事后 基本已确立了林丹 在与球界最强的地位 2015年过后 林丹的职业生涯碰到了转捩点 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渐渐的无法再像过往一样进行激烈的厮杀 取而代之是更老练的技术型打法 不再靠着暴力取分 改由迫使对方失误来取胜 更多的戳球放小球 以及更稳健的拉掉四方 成为了林丹生涯后期的主要攻击模式 虽然少了点比赛的激情 却也足以延续他的职业寿命 而尽管林丹在与球界依然还有影响力 但岁月的摧残还是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2016年他把目标再次锁定奥运 只是这届奥运他却打得比往年还要减刑 八强赛就差点被淘汰出局 他在场上的宰致力已经远远不及过去 准决赛时碰上了来势汹汹的李中伟 虽然林丹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但以过去两人交手 谁拿下第一局谁就输了定律 果不其然的这次由李中伟拿下了胜利 尽管林丹的实力已经不同于当年 但看到李中伟赢球后又叫又跳的反应 就知道他对林丹的胜手只有满满的敬意 不管是在哪个时期拍落眼前这个男人 打败林丹就只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 两人都在与球界征战了十几个年头 在比赛上互相较劲 但却没有因此被塑造成世仇 反而变成了惺惺相惜 一敌亦有的战友 也代表着双方对彼此实力的认可与尊敬 两人传奇的对抗 也几乎就在这届奥运会后告一段落 与球界终于叛到了世代交替 并再度进到了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 话虽如此 林丹和李中伟却没有打算就此退役 两人甚至相遇要再战下一届的奥运 只盼时间不要太快的侵蚀他们的身体 但林丹在奥运过后 陷入到了生涯最长的冠军干旱起 一直到隔年的瑞士公开赛 才终于再次尝到冠军的职位 这座冠军也为迟暮晚年的林丹提振了士气 让他在马来西亚公开赛终于拿下了冠军 并且还是从李中伟手中抢走冠军 马来西亚公开赛常年由李中伟呈霸 在此之前李中伟更是缔造了个人的八脸霸 林丹能从他手中带走胜利实属不易 也让人再次见识到了林丹的实力 只是这却也是他生涯最后的绽放 2018年开始除了团体赛之外 林丹就只拿下了两座单打冠军 虽然期间他出战了多达45场赛事 是生涯出赛频率最高的一段时期 但他会这么频繁出赛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的体能回到了过去 而是因为他大部分的赛事都在第一轮就出局 这才指了他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下一场赛事 他甚至还因此被细成是01轮 调感他这段期间连第一轮都无法过关的窘迹 但林丹并没有就此放弃 仍旧弃而不舍的到处征战 像是要在生涯末端进行巡回表演一样 让世界各地的球迷都记住他最后努力拼颇的生意 甚至偶尔也还是会有惊人之举 让大家仿佛看到他回船般的表现 他也似乎还有残存的能力继续绞出冠军 则就在林丹继续在场上奋战的同时 羽球界却传来了令人震撼的消息 跟他对战了将近20年的树敌李中伟 于2019年6月宣布退役 一代羽球传奇就这样离开了羽球赛场 不只让林丹失去了这个生涯中最重要的战友 也失去了继续在羽球场上拼战的动力 随着时间来到2020年 林丹和李中伟再次在奥运赛场交手的约定 不仅没能实现 伤势接连的袭来也阻止林丹继续整战 尽管他仍对参加奥运抱有期望 希望能代替李中伟完成征战五届奥运的壮举 但天不从人愿 世纪之一突然的搅局 奥运延期也粉碎了林丹的五届奥运之旅 最后在2020年7月 这个本该是备战奥运的时间点 林丹也正式丰盘 从这个奋斗了20年的舞台离去 李中伟和林丹相继退役 就没有人能再像他们一样展开20年的对决传奇 也没有人能像他们一样如此强大 但让广大与球迷更在意的是 他们两个之间到底谁才是历史最佳 李中伟坐拥球王头衔长达376周 放眼整个历史无人能出其后 李中伟生涯难刮了46座超级赛冠军 第二名的林丹连他的一半都没有 李中伟似乎就是羽球界的顶点 毫无疑问的羽球之王 而林丹舍弃了超级赛冠军 卸下了球王头衔 换来的不仅仅是世界赛的金牌 同时也是他家乡的荣耀 更是他身为最强的正名 因为只要有他在 李中伟就永远无法称霸市井赛 因为只要有他在 李中伟就永远无法拿下奥运赛金牌 两人之间的正面教授 也是由林丹以20%死而败赞得上逢 林丹早已用实力说明了一切 但林丹的强大不是偶然 他曾经说过 就是因为有李中伟的存在 才造就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羽球选手 就是因为有李中伟跟他竞争 才激励自己变得更强 所以如果说李中伟是强大的羽球之王 那林丹就是超越了羽球之王 成为羽球界真正的史上最强